跆拳道是我國在國際賽會上的重點奪牌項目 不過如果在正規的跆拳道當中加入了一些創意的表演 就呈現出跟以往一樣不同的風格了 台灣第一場的有氧跆拳賽今天在台北登場了 奧運跆拳道金牌國手陳怡安和陳詩欣 他們除了來當評審也現場小秀了身手 奮力踢破木板 這是跆拳道項目最常見的表演 不過仔細看場上的三個人很眼熟 他們是金牌跆拳道國手陳鈞鳳 陳怡安和陳詩欣 在個重量級選手齊聚一堂 是為了當台灣首場有氧跆拳賽的評審 對打的時候你會覺得好緊張 然後有時候會可能跟得起腳 但是表演的時候你會覺得非常賞心悅目 那有很多一些比較高難度特技的動作 那你也會就是捏一把冷汗 可是其實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欣賞的角度多於期待選手拿到金牌的那個角度 參賽的選手們隨著音樂節奏時而快時而慢 有氧跆拳賽有點類似品式運動 選手在比賽時有固定的套路動作 雖然是人為評分 但依照表現力和正確性有既定標準 不同的是選手會配合音樂風格 搭配特殊道服 還有隊伍戴上了面罩呈現麗與美的結合 有氧舞蹈這一塊 就是把跆拳道變得更活潑 然後也能讓一般民眾來了解我們跆拳道 然後有這麼不一樣的一面 穿著整齊一致的道服 參賽者伴隨著音樂配合招式 發出咬喝聲 氣勢相當驚人 就連雅典奧運金牌國手陳詩欣都躍躍於世 有氧舞蹈結合跆拳道的運動 那剛看了以後非常的有活力 有朝氣 整個人都在旁邊 在場邊跺腳 我自己會先融入在裡面 我自己會先跳 我先試試看 嘗試看看 會啊 因為我覺得這是未來的發展 首度舉辦的有氧跆拳賽 目的是為了讓台灣跆拳道多元發展 用活潑 充滿朝氣的表演 吸引更多人關心跆拳道運動 連日報喜甘邦捷 曾思路 鄭維仁 台北報導